天使堕落之后可以有多离谱 天天只想打游戏摆烂 稍有不顺心就要毁灭世界 简直比恶魔还要恶魔 今天阿妙为大家带来搞笑翻 加百里的堕落 女主叫做加百里 是天使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 为了能够了解人类 成为独当一面的天使 她将去人家学校进行修行 来到人界之后 加百里非常的勤劳能感 不仅把生活打理得津津有条 还能抽空去公园除草 活脱一个4号青年 然而不久后的一个晚上 她刚刚写完作业准备休息 突然听见游戏中 传出人类的呼救声 加百里作为天使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她创建陌生角色 对玩家进行回血治疗 在她的坚持努力下 MP很快就消耗殆尽 现在该怎么办好呢 加百里正不知所措 突然看到了科金道具 那高昂的价格 让贫穷的天使望而却步 可如果是为了救人 就算吃土又怎么样呢 随着购买件的暗下 加百里步入洞落的深渊 从此成为只知道 在家摆烂的堕天使 而她懒惰的程度之深 竟然连恶魔都无法容忍 于是退一口来喊她去上学 加百里一脸无所谓 去个毛线学校 打游戏才是王道 至于我之前说 梦想是让全人类 获得幸福什么的 就当全罪放屁好了 我现在只想人类自生自灭 恶魔为耐劲和她说不通 索性不再劝说什么 只是告急她 小心摆烂过渡 被遣送回天使学校重修 加百里一听这话 立刻爬起身换衣服 开玩笑 要是被遣送回去 她怎么再人见过闲鱼日子 加百里走出家门 突然觉得走过去很麻烦 于是决定用魔法 顺移到学校 最后加百里也没去学校 既然胖子的事被大家知道 那我只好吹响号角 让世界迎来末日 大家一起去死吧 天使这么离谱就算了 偏偏恶魔也很不给力 比如说这位立志成为 地狱支配者的胡桃 他干过最坏的事 就是把没凝盖的瓶子 直接扔进垃圾桶 反观天使加百里 不仅把没喝完的饮料 撒到一地 还能毫无心理负担 转头就走 胡桃实在看不过去 连忙告诉他 饮料撒了出来 此料加百里直接摆烂 反忽悠着他 把地面收拾干净 事后 胡桃想起加百里 平时的所作所为 心中生起一丝不服 他堂堂恶魔 怎么能被天使比下去 另一边 加百里正在不作业 胡桃瞧见之后上来嘲讽他 真正的大恶魔 可是绝对不会写作业的哦 话说现在还有谁记得 加百里是个天使来着 很快到了下节课 胡桃上来就挑衅老师 我没有写作业 而且是故意没写的哦 他洋洋得意疯狂大笑 结果下一秒 这天 与加百里同级的拉斐尔 在路上看到鱼狗抢食的胡桃 他瞬间兴奋起来 他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见胡桃跟狗叨叨叨 心头不禁生起一丝恶趣味 如果你也汪汪汪 说不定狗子就能听懂了哦 单纯的胡桃信以为真 对着狗子汪汪叫起来 可是证明 这样并无乱用 他只满足拉斐尔的恶趣味 就和胡桃准备放弃 结果被拉斐尔一挑衅 瞬间又占一上头 之后拉斐尔缠上了胡桃 还趁着瞎刻的时候 给他送来菠萝面包 胡桃本以为他是良心发现 怎料 好家伙 这部番里没有一个正经天使呀 这一天 为难邀请加百里 一起去食堂吃午饭 然后就听他说 为难又想叫上胡桃一起 却发现他的行迹鬼鬼祟祟 让人决定追上去看看 然后就见胡桃可怜巴巴 一个人躲在角落吃午饭 胡桃吓得饭盘都掉了 但好在他还有一手准备 四人一起来到学校食堂 由于是第一次来 加百里和威奈都不知道怎么买饭 只有胡桃站了出来 一脸自喜的表示 包在他身上 只见他一顿操作猛如虎 然后 点了三碗清糖寡水乌冬面 这时 胡桃发现一旁的辣椒面 胡桃心以为真 不断地往面条里加辣椒 加百里在旁边幸在乐活 坐等他被魔鬼辣椒呛倒 责疗恶魔妹子 试个喂吃 非但没被辣到 反而觉得无比美味 这天 威奈三人一起做菜 按照事先说好的 由胡桃准备鱼 加百里准备豆腐和裙带菜 结果这趟人不走寻常路 一个从魔界带鱼过来吃 一个因为突然想吃咖喱 所以只买了胡萝卜 土豆和洋葱 虽然威奈很是无语 但生意至此 他只能选择换菜谱 首先需要对鱼进行处理 只见威奈刚举起刀 斩头就放了下去 好家伙 堂堂恶魔 居然连鱼都不敢杀吗 胡桃看不过去 决定自己亲自上 刚开始就惨造花铁炉 之后更是状况百出 比如胡桃切洋葱 切着切着就开始哭 再比如加百里为了省事 把本该煮的鱼下锅油炸 为奈很是生气 然后就听加百里说 充满愤怒的人生 没有乐趣哦 在秦里千难万苦后 他们终于大功告成 就是这菜 确定不会吃死恶魔和天使吗 第二天 胡桃一觉睡醒 发现拉斐尔竟然睡在身边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呀 拉斐尔表示自己 最近月球不满 为了近距离观察他 便趁着月黑风高跑了过来 拉斐尔想在这住下 却遭到胡桃反对 于是这个恶魔 不 这个天使就用上了绝招 胡桃大人 请您收我为徒 让我在您左右侍奉吧 这彩虹屁吹得胡桃飘飘然 他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 拉斐尔表示自己不擅长跑腿 所以希望胡桃能示范一下 面对天使的反套路 胡桃完全没有迟疑 好呀 我去买早餐 这场面不禁让人感慨 天界套路生 妹子你还是回地狱吧 很快 胡桃买回早餐 吃饱喝足后 他要求拉斐尔去帮自己 打开宿迪加百里的弱点 这时拉斐尔又说了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您 大人床睡两人有点挤 以后请您睡地板吧 所以妹子 您清醒点吧 这个天使就是想白嫖雅 这个天使下饭后 不仅不想拯救世界 还天天宅在家里干游戏 由于他不断的课金 钱包日间变得空空如眼 只能选择出来兼职 咖啡店老板却无以为 他是出来勤工解决的 于是热情地教他 用禁语招待顾客 少要等到他学以致用 老板开始自我安慰 这孩子一看就是外国人 不懂霓虹的理解很正常 于是他只能为心地称赞 加百里招呼打得不错 很快 顾客点完咖啡 加百里告诉老板 顾客要一杯咖啡牛奶 至于加不加冰 老板只好自己去问 然后才知道顾客点的 是一杯冰的焦糖马其朵 根本不是怎么咖啡牛奶 转眼到了下班时间 老板亲手泡了杯咖啡 招待加百里 这可是我的自信之作哦 老板一听 别忘了自我安慰 他年纪还小 不得很正常 喝完咖啡 加百里准备离开 这时老板突然喊住他 想让他这周再上一次班 好家伙 这哪里是员工 压根把自己当祖宗了吧 另一边 维奈对拉斐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原来天使不全是废的 也是可以有优等生的嘛 为了能了解拉斐尔 维奈约他放学喝咖啡 话说拉斐尔你放假的时候 一般都会干什么呢 之后两个人聊起电影话题 维奈最喜欢年轻和科幻题材到 但拉斐尔却口味不济 而各让人没想到的是 维奈这个恶魔 竟然会害怕看鬼片 而且这件事还刚好暴露给了身为天使拉斐尔 那一刻 维奈差点被自己蠢酷 这时服务员端来泡芙 除了两个正常口味外 还有一个超辣芥末口味 拉斐尔表示 谁吃到超辣泡芙 今天就有谁来请客 结果两人都没吃到 正当维奈松了口气的时候 胡桃从店外路过 拉斐尔瞬间原地消失 邀请他进来吃最后一个泡芙 今天是胡桃咖啡厅初体验 怎样打开店门 却发现加百里也在 你怎么可以打客人呢 为了替加百里道歉 老板决定请胡桃喝杯饮料 胡桃一听是免费 上来就要店里最贵的酒 但这里可是咖啡厅啊 于是胡桃要了一杯混合咖啡 老板一听 瞬间得意起来 这可是我的自信之作呀 但是遇到这两个人 注定老板的自信要被粉碎 可是我还没想到 胡桃刚喝一口 就吐槽咖啡凉了不好喝 老板的内心只想哭 直到遇到威奈来店里 他同样点了一杯混合咖啡 但和胡桃不同的是 他喝完大餐老板手艺不错 看到此情此景 不仅让人心生疑惑 天堂和地狱暴错娃了吧 转眼到了夏天 加百里家里的空槽 突然发生故障 没有冷风吹就算了 偏偏家里还有蚊子 直到加百里心情暴躁时 胡桃又在门外疯狂爱门林 画面一转 加百里来到威奈家吹空调 顺便还借用浴室 好好洗掉了一身臭汗 威奈拿来药缸 帮他涂抹被咬的地方 加百里蹭了顿饭后 后知后觉好像忘了什么 拜托 胡桃还拜死不活的 躺在女家大门口呢 马上就要放暑假 为奈决定邀请大家 一起去海边游泳 只有加百里兴致缺缺 一心想要待在家里当宅女 旁边的胡桃偷听到 他们要去海边游泳 顿时升起闷起来 我这么有空 为什么不邀请我一起呢 约是他开始疯狂民事 哎呀我好闲呢 有没有人约我呢 正好天气这么热 非常适合去海边呢 巴菲尔率先走上前去 胡桃一脸茫然 我是谁 我在哪 紧接着加百里也走了过去 就还是为奈看不下去 上前要请胡桃一起去玩 话说你们两个天使 是真的要好好反思了 到底为什么会变得比魔鬼还魔鬼 转眼到了出发当天 怎料天空不作美 直接让他们计划破产 唯有加百里一点开心 既然如此 我们回去吧 就在这时 巴菲尔打了通电话 下一秒雾云散去 天空放晴 换好泳装 来到海边 维奈看着城市的大海 忍不住感慨 正好完全没有变异生物呢 胡桃招呼大家下海游泳 紧到加百里一个闪现 独到一边准备干游戏 难得来到海边 怎么能不下海游泳呢 维奈和胡桃立刻决定 要让她感受大海的乐趣 说到来海边 最标志性的项目就是冲浪 只不过这项活动难度太高 胡桃就算有心也完全无力 于是为奈建一家百里和她一起玩沙子堆城堡 最后轮到拉菲尔 只见她把胡桃埋进沙子 招呼加百里过来打西瓜 打西瓜需要蒙上眼睛 可加百里却选择作弊 只见她一脸和善的向胡桃步步逼近 接下来就是海边传统项目 互相泼水 一起吃冰沙 把伙伴埋在沙子里 他们还给胡桃制作了一个性感身体 这时 经常和胡桃抢菠萝面包的小狗走来 只见她缓缓抬起腿 展演到了暑假最后一天 威奈正在家准备南瓜汤 加百里突然闯入 拜托了 作业借我抄抄 为尽快动买暑假作业 她还把拉斐尔叫了过来 只是让加百里没想到的是 胡桃竟然也跑来抄作业 胡桃作业期间 拉斐尔给胡桃推荐了一本参考书 这时胡桃突然问威奈 是怎么认识的加百里 面对朋友的好奇 威奈一脸悲壮 如果可以 她并不想回忆 原来威奈出道人间时 不小心迷了路 然后她就遇到了热心肠加百里 胡桃一脸难以置信 你说那个人是谁呀 真的是加百里吗 巴菲尔一提附和起来 加百里以前可是善己人意的优等生哦 后来在加百里的帮助下 威奈终于找到下榻公寓 分别之际 加百里突然喊住她 说想要和她成为朋友 于是恶魔天使的友谊达成 听到如此离谱的事 胡桃眼睛瞪得像同龄 直呼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个天使来人间 只为看心爱的学姐一眼 才让学姐变成多天使 刚一见面就要勒索她 类子叫做千笑 在天使学校的时候 就是加百里的迷妹 在她的印象中 加百里体贴温柔 简直就是天使典范 所以她完全没有认出 现在的加百里是她心爱的学姐 加百里也没有认出她 还以为她是转校生 上来就管她借钱 而且是不会还的那一种 千笑直呼人间太可怕 这时拉斐尔走过来 她一眼就认出了千笑 于是走上前打招呼 学妹见到拉斐尔 就像见到亲人一般激动 我是来找加百里学姐的 可不小心被不良缠上了 没错就是她 拉斐尔见状一个没认住 她就是你心爱的学姐呀 拉斐尔为了让千笑相信 还特意帮加百里还原发型 千笑局的这一切 都是个魔搞的鬼 于是找到拉斐尔询为线索 但是少女 你完全找错了人啊 她只会把你当玩具 按照拉斐尔提供的消息 千笑来到一年级毕班 恰好胡桃也在这里 拉斐尔躲在门外看戏 此时 门内的千笑正在质问胡桃 是不是让加百里多路的 石座俑者 胡桃一听 顺手接下了这口大锅 没有错 就是我干的 千笑一脸都不相信 学姐才不会这样简单屈服 怎样下一秒 胡桃就亮出了证据 您可真是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边雅 然而出乎胡桃意料的是 千笑看到照片非淡不弃 反而格外的兴奋 拿过来就拆进了兜里 胡桃顿悟 露出暧昧的笑 我还有其他的照片哦 小天使脑海中浮现出 加百里被藏取耗毒的画面 你这个恶魔 竟然敢玷污雪姐 冰清玉洁的身体 我一定要亲手消灭你 两人的对决一触即发 然而决定胜负的方式 竟然是抽鬼牌 很快知道了决战时刻 只见千笑伸出手 胡桃忽悠千笑往外看 然后趁机调换两张牌 等到千笑继续往下抽 不出所料抽到鬼牌 话说直到现在 我才觉得你是个恶魔呀 接下来轮到胡桃抽牌 就这样 胡桃取得最终胜利 让天使屈从与我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另一边千笑在学校里迷路 正好遇到热心肠的威奈 她跟在威奈的身后 忍不住感慨对方温柔又体贴 简直是个完美天使 这时加百里找过来 想见威奈的作业超超 话说为什么千笑也在呢 千笑下的退后两步 鞠躬感谢后麻烈逃走 转眼到了晚上 由于在人间没有住所 千笑只能到加百里家站住 嘴了刚进门 那满屋子的垃圾 就污染了她的天使光环 千笑誓死不服说 想通过打扫卫生 那些爱的学姐拉回正道 然后加百里却表示 她这是在无用功 那一刻千笑的梦碎了 难道善解人意的学姐 再也回不来了吗 第二天她睡醒过来 发现加百里给自己盖了毯子 这让千笑心中 再次生起希望 她离开房间 发现门口放着大礼包 难道是送给天机的图特产 原来加百里 只是想让她出门的时候 帮忙扔垃圾 看来千笑心中的学姐 是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这天 胡桃对加百里恶作剧 想让她穿上直牙版拖鞋 露出痛苦挣扎的样子 怎聊恶作剧惨遭滑铁炉 胡桃反被加百里胖揍一顿 她不甘心地回到家 正好从地狱购物频道 看到一把44口径的左轮手枪 胡桃立刻下单 然后第二天就带去了学校 她跟伙伴们炫耀 看着千锤百炼的外形 就知道是个高级货 而且她很不一般哦 里面装的是特殊子弹 不仅射中不会感到痛 还会让被射中的人 连续大笑10分钟 胡桃把手枪对准加百里 做好觉悟吧 你要为你过去的所作所为 付出应得的代价 加百里一看直接投降 不过你说好像不会疼 你自己真的有试过吗 加百里忽悠着胡桃 让她把枪先给自己试试 枪的效果非常真实 胡桃立刻大笑不止 直到下节上课都没缓过来 今天胡桃来到加百里家中 死活非要和她一决胜负 如果拒绝就要把网线 这时拉斐尔突然冒出来 说要当他们决断的见证人 胡桃本来还嫌弃她爱事 只能拉斐尔太会吹彩虹皮 请让我见证您的阴姿 把您英勇的传说带带相传吧 你可真是好骗呀 在拉斐尔的建议下 有人决定用将棋决胜负 只是 你明明不懂规则 为什么还要答应下来呀 很快 比赛开始 由胡桃先手 他上来就把王将 推到了阵营最前方 好家伙仗着恶魔不懂 竟然搞出了左球规则 胡桃一看情况不对 连忙转换其风 进攻 进攻 再进攻 然后他就摆出了恶魔法阵 怎么又搞出篮球规则了呀 更离谱的是加百里 他形容四分收买对方的棋子 然后再来一波计划 最后再掀起四名士兵 把王将计划成为神 好家伙 这不就是仗着裁判是自己人 公然打假赛嘛 胡桃不服气 你们就是欺负我 不懂规则 约莎决定回去苦毒 争取来日再战 转眼到了万圣节 未奈三人上门索要糖果 不给糖质捣乱哦 这是用来驱鬼的呀 话说恶魔什么的 公万圣节就很离谱 毕竟这个节日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驱赶恶灵和恶魔 对于这一点 未奈看得很开 时代再进步 像他们这种好恶魔 当然需要被区别对待 为了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未奈还特意给加百里 制作了一套万圣节服装 但加百里不愿意穿 还表示自己已经有一套 虽然未奈屡次劝说 但加百里就是不愿意 于是 怎么说呢 未奈你终于干了一件 恶魔该干的事情了 这时 胡桃从旁边出来 说想去个地方要糖果 于是四人一起来到老师家 胡桃的想象很丰满 老师家肯定没有糖 到时候他就可以捣乱 以报上次罚战之仇 除此之外 还有专门给胡桃的西凉菠萝包 不过 梅子太倒霉 还没拿到手 就又被抢了去 果然胡桃的一身之敌 就是这条小白狗呀 当天使去人间神社参拜 直立一个天使 那更是离谱 好家伙 你多少是有点不正经 画面一转 一行人来到神社 加百里差点被人群挤走 好在未奈反应急时 把他从人堆里拽出来 之后 威娜奉上孝悠前 认真真举下愿望 反观天使两人组 他们是真的在祈祷呀 甚至还创造了神迹 消息两人不要惹时候 巫女端来甜酒给他们品尝 自了加百里的酒量太差 一杯下毒就开始耍酒疯 这时金光亮起 加百里变出天使真身 可想而知 这个跨年究竟有多离谱 穿越到了返乡的日子 加百里特意打扮成有本身 因为天界不允许 带人间的娱乐设备入境 所以她想以又顿时的身份 降低入境安检员的警惕 从而浑水摸鱼 很快四人返回家乡 加百里和拉斐尔 拍了好久的队 才抵达入境安检处 只是为什么胡桃你也在呀 就算伪装成天使 也先把恶魔的脚隐藏一下呀 在胡桃被保安带走后 拉斐尔率先通过安检 结果轮到加百里 还有南光电播放器 虽然加百里谎称 这是用来探街病的 但公子人显然不好糊弄 当经历断奖期没收 如今只剩下最后的笔记本电脑 加百里一件情况严峻 连忙开始忽悠人 工作人员心以为真 但还是没收了笔记本电脑 他甚至体贴地提出建议 欢迎你使用天界图书馆 我们最近引进了电脑 就是不能上网打游戏 加百里垂头丧机回到家 想到接下来没有鱼了 他就打算靠睡觉度日 但奈不知妹妹哈尼亚太可爱 加百里便答应陪他玩骑大马 你怎么不说是你去呢 另一边拉斐尔回到家 玩家不仅体贴地准备好热水 甚至还想帮他脱衣服 拉斐尔脸上笑嘻嘻 指着方便让他出去 更加变态的是 他竟然偷窥拉斐尔洗澡 甚至还想用相机 把拉斐尔的身体记录下来 不久之后 加百里和拉斐尔来到校场室做汇报 方便们就被那夺魔的圣光 慌得差点瞎了眼 道长赶紧说起圣光 然后问起了人在人间有什么收获 虽然拉斐尔是个躲S 但本职工作这一块 却从没掉过链子 顺利完成汇报后 轮到一旁的加百里 好家伙 全是游戏剧前 虽然校长不敢相信 但接拉斐尔面带微笑 他又不得不相信 既然你们都如此用功 那就给你们涨点收获费吧 假期结束之后 胡桃回到人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买新鲜出炉的波罗包 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 他要小心这条狗才行 因为他是流浪狗 所以收容所才把他抓走 但如果找不到主人 就会被食行安乐死 胡桃一踢 立刻追过去 把小狗带回学校 城市四人的住处都禁止养狗 究竟该怎么办好呢 胡桃觉得问题不大 直接打电话 让老爸给他换个地方租住 结果惨遭拒绝 而胡桃账户上的钱 都花在了购物频道上 压根没有多余的钱 去换住处 再账下去 小白狗就要被送回收容所 可胡桃并不愿意和他分开 他是要找到能一起生活的住处 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北方的雪飘啊飘 恶魔的心拔凉拔凉 这气氛简直不要太悲凉 另一边 加百丽还在干游戏 突然一张广告纸 飞落在他脸上 加百丽看过之后 立刻起身离开了家 与此同时 为那两人跑来被海盗 借胡桃回去 但胡桃却不愿意 说什么都要先找到 能和狗公一起住的地方 这时房东打来电话 竟同意他在公寓养狗 原来房东是咖啡店老板 加百丽已多大一天公围交换 让他允许胡桃在公寓养狗 现在看来 你好像是真的天使呢 这天加百丽迎来大危机 据学妹千笑所说 她的姐姐佳艾璐要来找她 要知道 强大的力量 如果知道加百丽变成堕天使 她一定会大发雷霆 到使人家旧离毁灭不远了 胡桃笑得赶紧走 却被加百丽抱住了腿 很快 加一路来到人家 等到她爱小门铃 房门打开 加百丽竟然一声旅破打扮 原来昨天四人探讨之后 直接进行妹妹萌萌大作战 简单来说 就是加百丽要通过卖萌 让姐姐无法自拔 从而谋婚过关 见到加爱路 未来整个人紧张得不行 却强装淡定 我一直受加百丽同学照顾 这时 艺术传来响声 加百丽立刻飞起一踹 然后拿出胶带进行封印 不好意思呢 这房间里 有一只邪恶的恶魔 但其实 这个恶魔就是胡桃 因为她不愿大配合 而被加百丽物理沉默 关进衣橱 加百丽又拿出咖啡招待姐姐 嘴上说是自己泡的 其实是让老板泡好后 她用奶服装回来而已 这时 一张照片从加百丽身上掉落 不得不说 你这个天使 套路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就在这时 一触爆开 无数垃圾和胡桃掉了出来 眼看自己解释不及 加百丽直接甩锅给胡桃 这都是大魔王 想让我堕落时的花招 胡桃一听 血小颜开 没错 就是我干的 我就是大魔王 问对锅 你是真的主动呀 然而加爱路并不信 因为她来之前就知道 加百丽多么顿事 只是让她恼火的事 妹妹不仅不思悔改 甚至还牵连他人打掩护 转眼一周过去 加百丽重新回到学校 好家伙 直接恢复了出厂设置呀 优等神模式下的加百丽 不仅成吉优一懂礼貌 还能帮班长打扫厕所 就连胡桃的无理要求 她都能欣然接受 不过有一点 胡桃受不了 那就是加百丽 现在实在是太爱管闲事 不仅强制她背书 还不让上网购物 更利谱的是 加百丽还要帮忙管钱 这不是动了个奴婆 这是动了一个妈呀 三人一合计 绝对让加百丽再动了一次 只让游戏 对现在的她来说 已经完全没有了吸引力 三人心里十分难过 酷可婆心的劝加百丽 变回之前的墨天使 就在这时 姐姐张开 加百丽大笑起来 剑骨的优等生 那都是我装的 既然连你们都被骗了 那姐姐一定无法看穿 但你人没想到的是 姐姐拥有千里眼镜呢 姐姐里发生什么 她一眼就能够看穿 见加爱露打定主意 要把自己带回天界 加百丽是十万个拒绝 加爱露信以为真 并留下感动的泪水 那我们就一起留在人界吧 这对加百丽而言 简直就是折磨 天知道她只是想偷懒啊 就在这时 波罗面包从胡桃口袋中掉出 小白狗顺时出现 结果我还没想到 加爱露竟然怕狗 就这样 加百丽再次成为堕天使 过上干游戏的闲鱼生活 加百丽的堕落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在这部番剧中 天使与恶魔设定间的反差 绝对是一大猛点 毕竟谁能不爱 天使一般的恶魔呢 喜欢搞笑番剧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冷藏